刘安娅的父母 刘安娅变体鳞伤,很是伤心 很快,这三个人渣就被叫到警局审问 刘母想教训他们,反而被推倒在地 三个人渣的家长与刘母见面,提议私下解决问题 但刘母不肯原谅这几个人,扭头就走 刑审时,由于朴俊几人是未成年 法律奈何不了未成年,最后审判无罪释放 这让大家很不理解 刘安娅还未走出被强暴的阴影 就收到朴俊几人发来的录像 如果她不去指定的地点见面 就会把强暴的录像泄露到网上 朴俊几人借录像威胁刘安娅 又一次强暴虐待了刘安娅 精神崩溃的刘安娅在家,选择割腕自杀 刘母进入浴室,发现自杀的安娅 赶紧驾车送往医院抢救 但由于女儿伤势过重,流血太多 最终回天无力 处理完了女儿的后事 刘母回到家中 看到安娅死前为妈妈准备的生日蛋糕 上面写着 不哭,妈妈 刘母顿时滔滔大哭 在整理女儿的遗物时 从女儿留下的手机里面发现了强暴视频 刘母心如刀割 看完录像 怒吼着一定要为女儿报仇血恨 刘母先是找到了颖祖函 颖祖函声称自己很喜欢安娅 骗过了刘母 之后刘母携刀找到了朴俊 两人在屋中发生激烈打斗 朴俊死在了刘母的手里 刘母杀掉了朴俊之后 马步停蹄驾车前往停车场 撞死了骑摩托车的韩明九 正当刘母以为女儿已经报了仇 准备跳楼自杀时 警方打来电话 声称已查出 颖祖函才是这起强暴案的真正策划者 于是 刘母去学校 把颖祖函劫到天台上 挥刀捅伤了颖祖函 警方赶到天台 出于无奈 击毙了刘母 颖祖函也因流血过多死在了天台上 刘母为女儿报了仇 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本片是韩国电影史上 首部讲述未成年性犯罪的影片 改编自韩国现实中的真实世界 具有很深的启示意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